红莲斗泵和霸者中装 这两件坦克装备为什么这么冷门 作为真正的坦克限定装备 红莲斗泵和霸者中装 由于属性不强 使用性太差 基本上没有英雄回处 那这两件装备究竟弱到了什么地步呢 这两件装备在基础属性上 都有很严重的缺陷 红莲斗泵由于是前期装备 价格偏低 所以属性不太好 只能提供240物理防御和1000最大生命值 这个属性放在现在 根本没办法撑起后期的防御力 尤其是在这个后期输出爆炸 互相秒人的版本 霸者中装价格偏贵 但是属性同样很一般 2000最大生命值算是所有装备中 生命值最高的那一岛 每5秒回100血也很一般 所有每秒回血的装备 好像都是这个属性 总体看上去还算不错 但是太片刻了 只有跟血量有关的属性 没有任何抗性加潮 这也是它冷门的主要原因 反观那些热门的坦克装备 爆裂多达4条属性 有防御有生命值 有移速有攻击力 非常的全能 反甲的400物理防御力 也是天花板级别的存在 在针对物理英雄的时候 能够起到很大的作用 简单来说就是 热门的坦克装备 要不就是属性全能 能够多方面发展 要不就是能够特别针对某一属性 保证可以一件装备就压制对面 再来看看技能方面 红联斗盆的被动液火 会对周身范围内的敌人 造成每秒2%最大生命值的法术伤害 对小兵额外造成100%的伤害 很明显 这个被动是为了增加倾线能力 保证输出乏力的坦克英雄 有额外的处理兵线的手段 至于那点对英雄伤害 是不会对敌人造成什么影响的 也就是说 到了后期不需要倾线发育 基本上都是在团战的时候 这件装备的被动就失去了作用 霸者也好不到哪里去 他的被动复苏 在拓战后 每秒回复3%最大生命值 基本上也是一件对线期 才有作用的装备 稳定的恢复能力 能够保证在一波对拼后 残血可以快速的把血回上来 但是只能拓战生效 也就是说 无论是与英雄对拼 还是清兵 这件装备的被动都是不生效的 想要在对拼后补充血量 在这段时间是不能清兵线的 严重影响了发育速度 另一方面 后期团战的时候 这件装备的被动也是没用的 一般来说一波团打完了 这个时候重要的是配合队友 推塔拿资源 反正对面都没了 血量健康与否都无所谓了 总结一下就是 这两件装备的被动技能 都不符合当前版本的快节奏 现在流行的打法 就是中期暴团打架 不能提供团战能力的装备 都会被淘汰 小伙伴们觉得 红领斗符和霸爪中装 还会有人出吗 关于留言讨论哦 拜拜